我们就先来去看一下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各年获利 这家公司的各年获利 好 我们看能不能在五个步骤内 我们就产生这张图 首先第一件事情 这样知道为什么我们先画各年获利吗 因为老板最想要去看 到底我今年的利润是多少吗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报告 空白的报告这边点一下 因为有时候假设这边已经有一张图了 你就直接去点了视觉效果 那张图就直接改掉了 好 所以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视觉效果里面 各年销售 各年销售 假设我们先画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这边点一下 不过等一下我要告诉你 各年各年它是有连续关系的 其实比较适合用的是折线图 折线图 群组直条图它是不是单一性的 一个一个条呈现在那边 所以建议 其实如果你要画各年的话 应该是用折线图才对 好 不过我觉得先用群组直条图 比较方便我的教学 所以我们点选群组直条图 二点选群组直条图 三 请问我要一订单日期 因为我是不是要说各年销售统计 既然是各年 那你这里面哪一个是跟年这个时间有关系的 是不是有订单日期跟什么 发货日期 注意哦 只要是日期 它其实已经自动帮我们做了日期阶层 好 订单日期跟发货日期 你觉得计算总要有一个依据 依据 我是依据 就是我们在算订单的时候 我们是依据什么 订单 有接到订单来去做认列 还是以出货日 出货日来去做 还是以付款日 收款日 收到钱来认列 这是有不同意义的 对不对 你只要稍微注明 我的计算依据是以订单接到来开始做计算 可以了解哦 所以我们就先以订单日期来去做计算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勾选订单日期 只要打勾就好了哦 它会自动分配到轴 请问一下刚刚的群组直条图的轴 是不是指X轴 你现在要想那个统计图表了哦 X轴知道吗 你们一定都知道 那Y轴 Y轴是不是就要放利润了 所以是不是勾选利润 在利润前面这个框框里面点一下 它就会自动放在直 直就是Y轴 记住哦 它这边不再告诉你 X轴它简称叫做轴 Y轴简称直 可以理解哦 我刚刚其实只做四个动作 我这张图是不是就画出来了 可以吗 那你一定会说 以色调不是也很容易画吗 以色调不是也很容易画吗 以色调怎么画 会不会画 会吧 那个工具叫什么 枢纽分析 同意吗 同意哦 好 请你先做到这边 就是 请你先做出来 第一章 统计图 而且是老板最想要观看的图 就是各年利润统计 在各年利润统计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事情 等一下我再教你哦 那我们接下来来去观看一下哦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今天画完一张图 你要对这个图 要去报告给别人听 所以你可能要对这张图稍微了解 好 首先 首先 这张图啊 这张图 他已经帮你做完分析了 我简称叫自动分析 这就是以色调做不到的 你只画了一张图 自动分析就已经帮你分析完毕了